你发的那个文件我看过了 然后今天晚上我再加紧处理一下 拜拜 你好 我想问一下咖啡厅怎么走 那边有一家还不错的咖啡厅 那边是 好 那个可以加一个微信吗 不好意思啊 我女朋友如果知道了的话 我就没命了 抱歉 打扰了 没事 不好意思 生气了 没有啊 喝吧 没生气看都不看我一眼 还绝着个小嘴 只是加个你微信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真没生气啊 没有 吃醋 没有 看你这样子我还以为吃醋呢 真没吃醋 吃醋了 就你刚刚 跟人家放电我看到了 我 我 我怎么跟他放电了 你就这样 不是 刚刚是他问我那个咖 咖啡厅在哪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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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他说咖啡厅在那边而已啊 你不能好好说吗 你们非得这样 我不跟你说 我 我怕你 spots 你 吃醋了 我怕我 睡觉哦 你 吃醋了 你快会喝 2015 你怎么快吃呀 我这吃醋吗 好 我那你穿了 你 谢谢你 没有 没有啊 你吃醋了 怎么可能 要个微信而已嘛 有什么好吃醋 不是 我又没给他微信 但是我刚刚看到你对他放电了 我什么时候对他放电了 他都没有问路 你刚刚对他什么 这样是什么意思啊 我说不好意思我有男朋友了 有什么了 男朋友 在呢 走吧 我这知道你会早到 我没迟到吧 没有 带了什么 看一下 什么 送给你的 我们芝芝第一天上班辛苦了 下日葵 喜欢 为什么 向日葵 就是希望你新的工作天天向上 喜欢 那就 走吧 饿了吧 没有 是不是 嗯 好吃吗 真不错啊 嗯 今天第一天工作 开心吗 嗯 累不累啊 他们安排的那些工作 你觉得量大吗 你那些同事对你怎么样 像什么 你就很像 像什么呀 老父亲 那些工作人员 你 对 你